哈喽大家好,我是出差中的陈老师 那今天啊是这个川普老先生啊跟他的对手啊哈里斯啊 也就是我们贺锦丽啊进行了一个辩论 这个辩论啊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次 当然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啊 因为辩论对两个人来讲啊 其实啊对侧郎普是比较没有优势的 老师之前说过啊,我们这个贺锦丽啊她之前是检察官 所以是说啊,她其实针对别人的这些一对一的时候啊 你要在她身上讨到便宜哦 这个是非常难的 她的弱项啊其实是在于对大众的演讲 那这个东西啊反而是川普老先生她的优势 她对于细节部分啊,她其实是不care的 因为她是大老板 大老板就是什么?我想法是这样 所以说你就按照我这样去做 那其他事情细节交给她的秘书 或是她的一些助理去做的事情 那反而是说她对大众的这些宣传啊 或是这些演讲她很在行 为什么?因为她就是画大饼了嘛 大饼画习惯了,就变成她是专家 所以说在这场辩论里面呢 其实最不利的应该是特朗普 那我们首先也看到是说啊 她这一次在这个辩论后一个小时后的民调啊 那基本上那贺锦丽她占的是她占的优势是比较高的 然后就占了47%的正面 那特朗普老先生的41% 那其实里面有蛮多重要的一些要点啊 比如说一开始啊,特朗普老先生的目的就告诉她说 你要针对是政策,你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这个是过去啊,拜登老先生一直被特朗普啊 他所攻击的一个重点 因为呢,他只要把你信心打掉了 他觉得他就可以赢了 如果你有研究过特朗普他过去的一个生意范畴啊 他基本上都是攻心为上 打掉你的意志,打掉你的这一些坚持啊 然后他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的胜利 所以说啊,做生意来讲 特朗普老先生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是非常佩服他 但是他在里面有一些议题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关于什么 比如说川普说你此想帮富人减税啊 或者是说你景品业的问题啊 这个事情啊,其实因为在特朗普他自己的任内里面 并没有太多的建树 所以你去攻击民主党的时候 他是比较乏力的 那其实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在于是说 他有一些关于这个堕胎令啊 就是说你妇女可以流产 那他里面就容易具一些情绪性的字眼啊 是说,诶你这个 这个美国有许多州啊 允许九个月的孕妇堕胎 会让许多婴儿被处决 那这个事情啊 贺锦麟还没有反击之前啊 主持人就已经回答了特朗普老先生了 他说 全美国啊没有任何一个州允许胎儿出世之后被杀害 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是说 你在理性情面里面 你的激情是没有办法发挥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对一 他不是一对多 特朗普老先生在过去的经验 他就想是说 我用我的气势去碾压这一切 但是他对上这个检察官啊 真的是比较难 因为检察官的功用啊 就是在于你需要去击垮罪犯 而且是针对他的 他的一个讲话的内容 他的呈堂证书里面啊 找出他的破绽 然后把他击破 这个在法律中有一句说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举证之所在 败诉之所在 那特朗普老先生呢 他通常是不注意细节 他也不注意真实 他要的就是情绪 说刚刚好呢 这个真的是怎么样呢 真的是一物降一物啊 拜登很怕拜川普这种个性的人 而川普啊就很怕哈里斯 他这样子的职业素养的人 这个是有差 那当然这个特朗普老先生也是说啊 这个移民犯罪的问题啊 比如说那些编辑的新移民啊 会去吃那些 那个很多移民这些粥啊 吃那些宠物啊 帽啊 狗啊之类的就把它吃掉 这个东西嗯 这个主持人直接就回答是说 这个事情是并没有发生的 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那主持人就回答他了 那川普就说 啊这个是我听别人讲的 所以说在整整场的一个辩论里面啊 其实他失分最多的东西还是在于是说 他没有办法用情绪性的攻击 去攻击哈里斯 去跟他讲说你政策在哪里错 或是我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 或者破话啊 或者是一些宏图大战 比如说乌二之战来讲好了 乌二之战啊 我们的特朗普老先生就说 只要我上任了 啊这乌二之战一天内就会结束 那么人家就问他 那你是希望乌克兰赢吗 啊他选他就不回答 或是说你这个你这个你这样的打法 那你要怎么结束他 那他也没有他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想法 等于是说呢 你既然抛出一个议题来 说你可以解决 那人家就问你说 好那你既然可以解决 那么我们不如听听看你的solution 你的方案到底是哪一个 那就会又会轮回是说 他的一个激烈的一个个性 或者是他的一些特色去做这些事情来 所以说啊这个在这个公集里面呢 就很多人是说啊 那你现在 你现在重新继选总统 那你是不是认同你过去的连任是失败的 好那特朗普老先生他就说 我是有一些微服的差距 但是我不认我输 啊类似这样的意思 他只是说我有微服的差距 但是他没有认输 那这个事情啊 其实也是为说如果他今年呢 如果他没有选上的话 会不会再来一次哦 这个事情啊是还是老师 还是按照过去的想法 就是赢的够大 他就没有机会 哎赢的够很小 比如说你在60张以内的选举人票 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大 但是你超过150张 那个没有什么争议 你这个争议是无效的 因为差太多了 差太多 太多州在牵扯进去了 那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说乌克兰战场也好 或者是说在中东战场也好 或者移民战场也好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得分 就是在特朗普老先生这边可以得分 反正是哈里斯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用很多的一些发言性的技巧啊 就在中途就把这个特朗普老先生的这个脾气啊 把他给激起来了 一激起来之后啊 他就开始很激动的讲他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概念 但是呢 真正的讨论的问题啊 其实就被他模糊掉了 所以说你说哈里斯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总统 我觉得不是 美国给他当总统啊 其实不会好拿你去 但是如果你要说这种辩论啊 诶 真的是不要办第二次了 你办第二次了 那特朗普老先生他选上的机会啊 那就是维护其位了 最好是不要再辩论了 在辩论真的是不公平 所以说啊 那个贺锦丽就在里面就说啊 那个川普跟神学士达成了共识啊 造成这个阿富汗的一个问题 哦 其实很多事情啊 就变成你是事后诸葛了 其实你在前面很多铺垫了 你这个战战的打了也不是这两年的事情 然后打了这个是几十年的事情 十几二十年的事情 所以说你你没办法是说 你这个神学士啊 或者是拜登他决定撤军啊 这些事情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哦 这个是很难说的 但是总而言之 因而总之啊 其实 这一次的这一次的川普去攻击 比如说你贺锦丽突然变黑人啊 或是怎么样的 这些都情绪虚的字眼会是 比较是特朗普他一贯的态度 但是呢 这些东西在贺锦丽身上很难去实现 所以说你说 人家说这川普他有百分之四十亿的认同度啊 那基本上那还是在于是说 你只要是特朗普 我都支持你 哪怕你讲的是瞎话 那我也觉得都OK 哎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跟我们 我们这里的政治也差不多啦 放个西瓜上去啊 某熊地方那个都会上当选 这个也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啊 在无论是无论到第二场的接续辩论里面呢 他还是在特朗普老先生还是攻击是说 啊你拜登老先生都没有出席啊什么的 那贺锦丽很快把他拉回来就说 你现在竞选的人是我 你现在讲拜登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很快就把这个重点去拉回来 这个是 他的优势在于他过去是得到法学素养 他是一个检察官 所以说你说这一次的辩论呢 到底是不是能够改变些什么 其实老师还是认为 其实改变不了什么 因为贺锦丽的优势啊 他就是在这个主场里面呢 他只是彰显了一下 那特朗普老先生呢 他的一个优势啊 还是在于他的一个气势 会很好 再来就是他是白人 接下来他是男性 加上他是金发 加上他是有钱人 啊 所以他是一个精神的标杆 精神标杆其实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会有一些follows 就是你会有一些跟随者 无论你做的对或是错 我都会适时效忠 好这个如果有提这个 这个我们他们忠诚度啊是很看重的 当然这个也是在于是说你知识水准越高的地方啊 这种忠诚的程度就会下降 因为知识水准越高的群众啊 他会自己去选择他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那不会演的就是说每一次造成重大的一些社会动乱 都是知识水准比较低的人他们会去容易被散动 因为他只是照眼前我所看到的东西我就去做 所以在这场的这场的辩论里面啊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是说如果再继续下去啊 其实之前我们上个礼拜的直播所说到的 好那个利奇曼教授所说的 这个贺景帝啊 他离白宫的位置啊 基本上是成功概率比较高的 那这个也是如同我们在四年前所预测的啊 四年前老师不知道贺景帝出来选了啊 那只能是说哎 川普老先生你要你要再回来当总统啊 是比较困难的这件事情啊 哎老师觉得这一次我应验几率是比较高的 呵呵呵 所以说有人跟老师讲啊老师你这个选什么都可以的 反正二选一嘛 你不是中就是不中 呵呵呵 你这样讲也是对了 但是我们看事情我们还是要理性去看 只是老师没有太早去做命令明人堂的原因 还是在于是说我们习惯是前一个月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就在下一个月就十月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的把贺景丽啊 跟特朗普老先生的命盘 我们重新排一下啊 基本上但是老师这边定调的的倾向就是啊 贺景丽他上位的机会啊 就跟他出来选的那个时候一样 好他上位机会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格局啊 其实是给他今年啦 天上掉下一个总统位啊 是有很大的机会 加上啊 这其实跟我们的那个台湾总统大选是一样的好 当你是副总统的时候啊 你要再晋升一步啊 那其实就是弯个腰往前慢一步的状况 你只要后面没有人拖你后腿啊 基本上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Vlog课放置结束 我是陈老师 我们周日见